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競馬亦有特派記者越洋直擊 當然除了看馬之外 當然要帶大家認識一下文明中愛的瓦士谷馬場 以及皇家瓦士谷蔡奇 去馬場當然都有不同的交通 今次我們的記者就選擇先坐地鐵去滑鐵爐 不是加拿大、美國和比利時的滑鐵爐 是英國倫敦的滑鐵爐車站 去到之後再轉火車去瓦士谷站 這輛火車大約要坐67分鐘 不知道你又覺得遠不遠 大家都知道 已故的英女王身前熱愛賽馬 雅士谷馬場都有紀念女王的展覽 皇室成員在英國仍然地位尊崇 皇家雅士谷蔡奇 他們入場都受到馬迷熱烈歡迎 當然啦 怎麼少得皇室樂隊演奏呢 雅士谷馬場氣氛非常濃厚 坐牆椅、坐草地、任你演繹 基本上你想怎樣都行 而且馬場周圍都是莊家 想打張飛仔、找邊檔賠率好 真是心大心小 我還是不說那麼多 大家看片感受一下氣氛 英國最特別的地方就是馬路 真是有馬走的 你以為好像屯門一樣走失隻馬都大驚小怪嗎 近年很多人都移民英國 英國的唐人街適逢端午節 竟然有總賣 英國也很中文化氣息 經常都見有人Busking 街頭表演 又有很多觀光的巴士 當然啦 這麼多的景點 好像超過300年前已經開始興建的白金漢宮 超過160年歷史的大笨宗 和造價超過7000萬英鎊的倫敦雅 當然 還有長達346公里的泰晤士河 短短三幾天真是看不完 各位馬迷朋友 如果有興趣又有時間 真是不妨來英國玩一個星期 充電 感受一下異國風情 順便看看英國拍馬仔 絕對是優災猶災